有人说的是2020年评分最高最优秀的战争题材电影 它就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波斯语客》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 一辆德国士兵的汽车上 大眼用半块面包换了一本波斯语书 虽然看不懂 但是他还希望日后有机会学习 可纳粹欺骗了他们 这根本不是押送 而是秘密屠杀 当处决戴尔的时候 枪还没有开 他就开始倒地装死 这一幕把纳粹士兵逗乐了 大眼只能大声的呼喊 声称自己是波斯人 口袋里的波斯书就是证明 士兵把大眼带到了军官比尔面前 比尔拿出波斯语书考他 大眼急中生智 声称自己没上过学 所以他的波斯语仅限于口语 比尔又随便说了几个三词 让他翻译 如果发现他不是波斯人 就立刻枪决 大眼略微思索 就瞎编了几个 比尔又让他说整段试试 大眼继续胡编乱造 具体说的啥 他也不知道 就这样大眼蒙混过关 比尔每天让他教自己四个单词 这样下来一个礼拜 就和28个单词了 比尔安排大眼进厨房工作 大眼知道 要想继续活下去 就得多准备几个单词 所以他不得不绞尽脑汁 创造单词 看到什么就创造了什么 就这样 大白天编单词 晚上教比尔 可是想创造出一门女言 最难的不是说创造单词 而是要记住他们 一天四个单词 难度似乎不太大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将大眼逼到绝境 比尔安排统计战俘名单 同时每天 单词学习任务增加到40个 大眼绞尽脑汁 根本不知道每天怎么创造 就是一个全新的单词 哪怕暂时记不住 他可以随时偷描 身旁的战俘名单 大眼还会在 给囚犯打饭的时间 以避免温习囚犯的名字 这个人有些窝囊 就把他的名字 以为反抗 这个人有些颓废 就把他的名字 以为希望 大眼就这样 有惊无恐的 度过了六个月 此时的比尔 已经学会了几百个单词 或许没有这次意外 他们还会继续糊弄下去 那天户外聚餐 秋高气爽景色宜人 见到此时此景 比尔不禁淫湿一手 但尴尬的是 他忘记了丛林怎么发音 比尔感觉自己被欺骗了 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 对着大眼之意都胖揍 随后把他送进 踩出场改造 那里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 没过两天 他就在拉块了 也许是这段时间的潜意识 他在昏迷中 不断地复习 创造出来的单词 这一幕恰好 被过来探望的比尔看到了 比尔彻底打消了心底的疑虑 恢复了大眼的待遇 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 时间过得飞快 比尔差不多学了两千个单词 大眼在比尔的照顾下 也算过得轻松 可是他心里并不太高兴 因为他的同胞 都不会被无情杀害 即使有侥幸活下来 也还受着无边无际的折磨 大眼早就对生活上次了信心 他在这段时间小心谨慎 从来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可很快 意外来了 纳粹抓住了一个 货阵驾驶的波斯人 对大眼的身份 表示怀疑的士兵 立马找到大眼 想让大眼和波斯人 当院对峙 大眼没有办法 只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但那又怎么样 他们还是来到了 波斯人的牢房 在纳粹的集中营 他假扮波斯人苟且徒生 可是就在今天 纳粹抓到一个真正的波斯人 就当他们在对峙的时候 发现波斯人已经凉透了 士兵气急败坏 死死的掐着大眼的脖子 就问他是怎么做到了 就在这时 一名囚犯主动站出来 声称自己杀了波斯人 原来他有个哑巴弟弟 有一天干活累倒的时候 大眼偷偷给了一个肉罐头 哑巴哥哥知道波斯人的到来 对于大眼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所做的一切 就是个爆发大眼 时间很快到了二战末期 德军在前线不断战败 下岸山集中营 要秘密处决掉这些战俘 比尔还要像往常一样 把大眼送进农场躲避 甚至还拿出二十盒肉罐头 堵大眼会没有事 可大眼早就对生活绝望了 他偷偷的混入战俘部队 还没走多远 就被比尔揪了出来 士兵刚要阻止 就被比尔粗暴的喝退了 比尔曾经说过 他去波斯里的目的 就是想在战后 去波斯开间餐厅 两个人一路小跑到树里 从此两个人分道扬镳 比尔是真的假叫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大眼坑了他 他十分自信的来到边境的前程处 说出了一口 自认为非常地道的波斯语 可工作人员全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很快就识破了德国人的身份 另一边 军事法官问大眼 能否说出几个受害人的名字 大眼饱含热泪 洋洋洒洒地说出了2840个名字 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个生命 他们并非无名之辈 因为拯救我的不是波斯语克 更不是我虚构的语言 而是这2840个犹太人 他们都有名字 我永远记得